下午 江远溜溜答答地走下楼 感觉浑身都轻松 突然有种读书期间 提前放学的快乐感 如今回想起来 逃课的快乐 才是真的快乐 等到成年了 再花几千上万块去购买的休闲时刻 与之相比 狗屁不如 江远甩开胳膊走路 甚至想要扭来扭去 出去啊 黄强明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江远吓了一跳 那一瞬间 几乎以为自己回到了被班主任拿捏的年龄 呃 出去一趟 江远道 用车骂 黄强明放出了55.5度的微笑 可以说是极其的和蔼可亲了 如果有一个世界是鳄鱼统治的 那给丈母娘拎机的鳄鱼 笑成这个水平 就已经满足社会平均期待值了 江远深入地思考了一下点头和摇头的后续场景 再以剖施两位属的冷静心态 点头 用车 用咱队的新车吧 黄强明伸手递出了长城炮的钥匙 此时 若是从空中浮览 黄强明伸出的粗壮短小的手臂 就像是一节用化肥催出来的橄榄枝 江远的手揣在兜里 捏了捏自己奔驰大G的钥匙 有点犹豫的道 不用 你转回来的车 给你鲜爽一下不是应该的 黄强明强调道 可好开了 一脚油门踩下去 车都会往前窜的 身踩油门的话 车就是会 四年前的新车 每年都做保养的 你知道咱们举里面这种钱是不会省的 黄强明不由分说的将车钥匙塞给江远 道 办事回来 就把钥匙给内勤 或者丢我这里都可以 别耽误别人用车 江远真的不想耽误别人用车 举起手来 不要开单位的车炮newall 98 KTV之类的夜场的停车位 都不要去停 没空位了就开远点 抓人直接横到他们门口去 也不要停到停车位 黄强明又叮嘱一番注意事项 江远低头看看长城炮的钥匙 这车他是坐过一次的 就是跟着刘锦辉前往平州的时候 高速公路的体验谈不上好 但非铺装路面的表现也不错 而且 不管怎么说 价格相对于进口皮卡 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但是 开着这车去酒吧泡妞 讲道理 看到这个车还愿意被勾搭的女生 至少证明是始于颜值了 还有 新的印三桶的那个柜子 好用不好用 黄强明直接送江远上车 四年前的崭新皮卡就停在刑警队的大门口 甚至有一点挡路 江远边走边道 还没有用 这个一般是提取指纹的时候才用 现案用的比较多一点 回头开机试试看 要是有问题的话 咱们也可以早点处理 黄强明叮嘱 好嘞 不用担心没案子 这么大的县城 怎么可能没矛盾呢 就是命案 呸呸呸 赶紧玩去吧 有事打电话 黄强明挥手送走了江远再回头 就见两名年轻警员端着周一般年稠的奶茶 有说有笑的走进来 可可 黄强明的眼睛半睁半闭的看过去 嘴唇平平的抿着 两名警察险些把奶茶当场拉出来 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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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强明恩的一声 直指奶茶 道 下次一定要喝 用没有标志的袋子装起来 再带进来 是 两人夹着奶茶就走 江远在路口街上魏镇国 在开网市郊的清河学院 清河学院是一所大专 规模不大 学生不少 算是清河市维持繁荣的基石了 每年上千名的年轻学生 如同新鲜血液一样涌入清河市 人均创业一次 都不知道养活了多少人 岑卓虎是清河学院动物医学的动物学教授 有点瘦 体型好 明显有锻炼的痕迹 虽然学校赐了点 但岑卓虎有自己的办公室 有自己的实验室 也是相当满意的 而且 因为毗邻无龙山 如岑卓虎这样的动物学教授 每年只要跑跑保护区之类的 就能收获大量的素材以发表论文 小日子过得相当舒服 岑卓虎的科研路线听起来也很简单 就是在野外有规律地放置一些摄像头 定期取回 分析摄像头里的动物行为 有想法就写下来 继而形成论文 为了处理大量的影像数据 他们也买了相对高端的计算机 得知江远的需求 岑卓虎立即就给江远安排上了 各种需要的软件 也都按照江远要求的版本号 由学生们安装了起来 只等他大驾光临 江远也不矫情 打开视频 大略地看了看 就将软件跑了起来 岑卓虎和几名学生都围在跟前看 大略也是想要更新技能 力求未来能自给自足 不被卡脖子 江远任由他们观看 只是也没有讲解就是了 影像增强的事 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的 要是听听就能听懂 其实也用不着江远讲解 自己看书就行了 一个视频跑一遍 有效果了就再跑一遍 没效果了再换一种算法跑 视频增强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流程 但实际操作中又有许多麻烦的处理 很多时候 有没有效果 也不是用肉眼来判断的 要更加采用的算法不同 来做不同的定量判断 岑卓虎很快就看明白了 就他的年龄和资质 不太可能自学成才到这种程度 于是 岑卓虎的表情反而快乐起来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放弃 放弃买房 财务自由 放弃结婚 人生自由 岑卓虎就是前代的躺平族 他没有去参与本科院校的竞争 转而回到了家乡的清和学院 娶妻生子生殖加薪 搞生物态卷 就回过头搞动物 搞动物的野卷 就拍拍照 设摄影 搞搞本地的特色化学术 别人搞神农架的生态普查 他就搞乌龙山的生态普查 别人用的数据漂亮 他就修饰修饰自己的数据 这些动物录像也是一样的 早十年 国内刚刚开始放野外摄像机的时候 拍到雪豹 东北虎之类的 都是可以发顶刊的成果 现在固然是不值钱了 无龙山的生物的关注度也低 但岑卓虎的要求也低 他只要能发文章就行了 仨可以 国内的核心期刊也足够令人满意了 不过 说起来 岑卓虎算是躺平行的学者 但他在一座山上 经营多年 拍摄出来的素材 也是相当不错 江远不由想 当日那几名猎人组成的杀人盗猎团伙 要是盗猎的画面或杀人的场景被摄像头拍下 那就有意思了 会拍到人吗 比如盗猎的人 江远忽然问了一句 有点好奇的样子 拍到过人 也没什么用 曾卓虎贪手 道 我们的摄像机基本都是放在保护区的 保护区外面还有缓冲区 都是不允许普通人进入的 所以 拍到的人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也就是通知森林公安医生 他的学生在旁道 跟前的村民 有些还是会进到林子里面去的 也不一定就是盗猎 有些就是找点药材什么的 也有偷偷跑去玩的旅友什么的 另一名学生道 你都不知道他们胆子有多大 我知道 我解剖过的 江远回想起在乌龙山里爬老猎道的日子 不觉感慨 道 旅友的骨头 我也收集了很多 有的还挺硬的 刚刚说话的学生一愣 哈哈地笑了出来 道 您真幽默 作为老师的曾卓虎 觉得要保护好学生们 于是轻声道 江远的正直是法医 咦 那 围在江远身后的学生们 齐齐向后一步 体现出了军训的成果 恩 这个视频搞完了 江远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 并将位置让给了曾卓虎 曾卓虎道 这么快的吗 他坐下来看 果然 之前模糊的野鸡影像 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 外表的线条都看得一清二楚 您这个技术 在外面开影像公司 是会赚大钱的 曾卓虎赞了一句 实话实说道 他也是要给江远付费的 请托归请托 费用是费用 不过 学校里给出的价格 还是要比市价略低的 但就曾卓虎所知 现在能做影像的人才 都是供不应求的 光是那么多劣质艺人的换头活 就能做到天荒地老去 更别说劣质艺人梅黄之前 可能还需要换头拍片 高科技加持 可惜 江远对钱没什么兴趣 淡定的笑一笑 江远就接着做起了下一个视频 这样一格格的视频做下来 时间很快到了晚上 曾卓虎正准备提出请江远吃晚饭 就有同事匆匆而来 低头细语 曾卓虎听完 回过头来 已是眉头紧皱还是先拽着魏正国 低声道 我们这边出了葛道窃案 魏正国很淡定的问 丢了什么 这么大的学校 出个盗窃案什么的 岂不是很正常 曾卓虎却一点都不觉得轻松 郑重得到 四肢实验用的恒合猴 案值 恩 就是一只猴子值多钱 十五万一指 曾卓虎解释道 以前大概七八千一指 现在价格暴涨 我帮你报警 魏正国首先受补了了六十万的案值 已经是盗窃案中的大案了